其實台灣人去東協置產一樣 會用台灣既有的一些習慣跟知識去看東協 但有時候真的是完全不適用 那我就舉泰國的例子好了 因為我對泰國太熟了 那我一個朋友他也是去泰國買房子置產 那當然現在出租也很順利 可是那時候他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他在台灣他很喜歡買邊間的房子 是 台灣人很愛買邊間嘛 就覺得邊間你這個視野很好 然後中國人沒有房子 對 採光什麼通風都好 沒錯 所以他那時候也就特別跟當地的房仲業者說 我就是要邊間 那其實他們的邊間並不會特別加價 就是說在泰國在東協邊間都不會加價 只是他買了邊間之後 他發現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就是 當地人並不會特別喜歡邊間 因為泰國很熱 那你買了邊間之後 你的租客會不停的跟你要求說 房東你那個窗簾可不可以厚一點 加厚一點 那可能一層的窗簾他們還覺得不夠 所以你還要加第二層的一個窗簾 所以就是每個國家的風土民情不一樣 還有在台灣如果說我們這個買捷運宅的話 一般人可以忍收的時間大概是10分鐘左右 10分鐘還可以 就是說你家離捷運走路10分鐘 一般人還可以接受 然後5分鐘 3到5分鐘更好 可是在泰國 超過7分鐘以上 很難賣 因為他們連超... 太熱了對不對 對 它責運站滿密集的啦 對... 可是賣度好大耶 對 賣度很大 對 那所以就是說 因為他們就連5分鐘 他們都會覺得 稍微可以接受 因為太熱了 對 那所以就是 如果你的... 你買的房子 它連捷運站沒有很近 那起碼要有那個接駁車 但接駁車的班次也不能太少 如果半小時或一小時才有接駁車一班的話 不夠 其實你這樣要租也會挺麻煩的 這樣考慮好細喔 到那個接駁車 到那個步行的時候的溫度 可是我... 玉莉姐 你有沒有整理出來像好人這樣子 就是日本挑不太... 你有沒有東南亞挑不敗法則 就因為每個國家狀況不太一樣好 那我剛剛特別有點名幾個國家 那以麻煞來說好了 那如果說你會擔心漏水的問題 那我就會比較建議 起碼你要挑的是 比較有口碑的建商 好 然後如果是在泰國... 這查得到嗎 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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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如果你是要在泰國買房子的話 泰國人很迷信名牌這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是知名建商 是 特別是就算你是當地地的建商 前三大他們超愛的 所以在台灣也查得到這個資料 查得到 因為第一大的建商 去年下半年有來台灣成立分公司 因為他們發現太好賣了 他們不想委託台灣的房仲賣 他們決定自己賣 自己來... 泰國的第一大建商已經有來台灣成立 代表真的是很買單 就不用透過中間在... 對 那或者是說你也可以考慮就是 不管是馬來西亞或柬埔寨 東西的任何一個國家 你也可以考慮的地方是說 如果你擔心它的失控品質的話 你可以考慮的是當地的建商 也許它持股是48或49% 然後外資是51%的話 那個施工品質就會比較有保障 比如說像我自己買的就是 當地建商是49% 和新加坡建商 而且是新加坡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嘛 51% 那這樣子整個施工品質就沒有太大問題 我記得我那時候去郊屋的時候 坦白說我嚇一跳 就品質挺好的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好 是 所以建商的口碑也很重要 然後我剛才有說到就是... 而且像柬埔寨有幾個建案是... 就是因為它是過去沒有建築經驗的一個建商 然後之前還曾經發生過一個很特別的例子 就是因為柬埔寨... 你在柬埔寨經營房地產 你其實要鎮商關係非常非常的好 那在台灣推的一些案子 它其實是在一些細心重劃區 那如果就是有些官員 他會很習慣到你們公司去喝咖啡啊 當然不是聊是非嘛 他會給你一點暗示啊 談一些事情 談一些事情 然後希望你對政府有點貢獻啊 那有些建商他可能手頭... 預算有限 或者是沒有辦法周轉過來的話 很奇怪哦 你當初申請的執照 你明明是要蓋17樓的 那你預售也賣了17樓 可是因為你就是... 該送的禮物沒有搭點好 對... 結果執照下來變成13樓了 那買16樓跟17樓的就多虧 沒有 就是... 就是空中閣樓啦 對 那... 真的很空中耶 它就會有很多的糾紛 就是因為... 確實台灣過去曾經發生過這個例子 對 那... 那你就要要求建商退款啊 那建商就說 我沒有辦法退款哦 那是不是呢 我們還有6樓沒賣 那你是不是就是... 從上面 17樓轉到6樓 掉了11樓下來 對 那有些都不能接受嘛 對啊 我也不能接受 好了 你可以接受嗎 不能嘛 對啊 那怎麼辦就夜長夢多 就是後面很麻煩就對了 其實依照我的經驗 如果你真的要打官司的話 台灣人去海外資產打官司 贏的機率還真不高耶 哦... 所以... 所以既然你又要賺錢 又要獲利 所以你前面的功課就要做很足很夠 是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